诗篇第五篇 耶和华啊,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,顾念我的心思。 我的王,我的神啊,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,因为我向你祈祷。 耶和华啊,早晨,你必听我的声音,早晨,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,并要警醒。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,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,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 说谎言的,你必灭绝,好留人血弄鬼诈的,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 至于,我,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,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 耶和华啊,求你应我的仇敌,凭你的公义引领我,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,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,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,他们用舌头缠媚人。 神啊,求你定他们的罪,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,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赶出他们,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 凡头靠你的,愿他们喜乐,时常欢呼,因为你护辟他们,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。 因为你必赐福于一人,耶和华啊,你必用恩惠如同蹲牌四面护卫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кр行乐 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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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